好,大家好,很榮幸來到RealWorld CTF技術論壇上給出這份議題 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Orange,目前在DevCore擔任首席資安研究員 我同時也是TrendLoot成員以及HitCon CTF站隊隊長 我本身專長在Web以及應用層安全上 專注於挖出最嚴重,可以影響整個世界的弱點 我發表過許多的漏洞以及攻擊手法 這些攻擊手法不僅連續三年在Blackhead USA以及DevCore上發表 甚至得到年度10大Web攻擊技術的第一名以及駭客界的奥斯卡獎 很多案例後來也變成教科書上的經典案例 那這裡有我的Twitter帳號,對我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上面追蹤我,謝謝 今天要分享一個關於PHP Windows的案例 那這也是一個在我們實際Rating行動中所遇到的案例 我們的目標擁有良好的資安意識 放置在外部的資產都有做好適當的防禦 那經過評估,唯一比較可能的進入點是一個暴露在外網的PHP Wind系統 這是一個準備搬遷到新架構的舊系統 因此我們覺得這可能是一條可以直接直達內網的進入點,而開始研究 PHP Wind是在華人圈很知名的一套論壇系統 在早期的時候也出過幾個嚴重的漏洞 但由於目標版本已經是目前的最新版 無法用現有的漏洞攻擊 那因此我們必須自己尋找新的ZeroDeck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進入程式嘛 在PHP Wind的設計中對於一些不可信任的資料傳輸 預設是加密的 而這裡是PHP Wind中加密的程式嘛 那首先可以看到整個Encrypt函數中 會從全域設定檔中拿出一把SideHash作為加密的金鑰 那接著透過加密的組件 把資料加密後用Base64編碼起來 那看完整個流程 我們可以知道SideHash對於整個PHP Wind是無比的重要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SideHash是如何產生的 SideHash會在PHP Wind安裝時自動產生 在安裝的時候 PHP Wind會透過GenerateRandSTR 去產生八位數的亂數 那接著放到設定檔中 而當安裝完成後SideHash就不會再改變 那這裡可以看到整個PHP Wind的資料傳輸安全 都依賴在這八個位數的亂數中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繼續來看一下 GenerateRandSTR是怎麼產生亂數的 GenerateRandSTR很簡單 透過PHP中的AntiRand 從一個長度為62的字串中取值 所以看完這段程式碼 你應該會至少想到兩種攻擊方式 首先第一個攻擊方式是BlukeFrost暴力破解 那由於GenerateRandSTR所產生的長度只有八個位元組 而每個位元組的可能也只有62種可能 最後加上PHP Wind預設由XXTEA 微型加密演算法加密 所以理論上我們在62的八次方次XXTEA演算時間內 可以把加密Key給导出來 那第二種攻擊方式則是透過攻擊PHP的 Pseudo-RandomNumber Generator 那由於電腦很難做到產生真正的亂數 大部分的程式語源都會透過一個特定的演算法 來模擬亂數產生 而既然是透過一個特定的演算法 我們只要知道初始值 就有機會推出整個亂數產生表 在PHP中要去預測亂數 總共需要推出總值有2的32次方總可能 加上PHP模擬亂數產生演算法中的 共624種狀態 那以上兩種方法都很好 但唯一的缺點是 HashCAD沒有支援XXTEA的演算法 那因此我們勢必得自己實現整個破解過程 雖然說透過各種優化可以在3到5天內破解出來 但我們在想有沒有更快的方式呢 好 這時候我們將目光轉到了討論區的加密功能上 那PHP-WIND作為一個論壇系統 允許管理員設定私密的討論區 沒有密碼的人沒有辦法看到私密討論區中的貼文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功能是如何實現的 首先PHP-WIND跟使用者要了兩個參數 一個是FID也就是論壇ID 那一個是Passport也就是私密討論區的密碼 那接著把FID相對應的討論區資訊給拿出來 接著跟密碼進行比較 如果比較成功 則將密碼 密碼放進cookie中供下一次訪問使用 其中這份程式碼存在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漏洞在哪裡 好,你發現了嗎?漏洞其實在這裡 把使用者輸入的密碼經過MD file後 跟資料庫儲存的密碼做比較 那這裡有什麼問題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假如說你今天輸入的密碼是一個陣列 而你提供的討論區ID是一個公開的討論區 在PHP中MD file一個陣列會導致結果是Nur 而公開的討論區密碼也一定是Nur 所以這裡判斷Nur不等於Nur 那這樣的結果一定是forced 因此可以繞過密碼的驗證流程 那自此我們可以看到私密討論區中的貼文 那這對於我們要打進PHP Win有什麼幫助呢? 我們繼續看一下下一行程式碼 下一行程式碼會將MD file過後的密碼 經過getPwdCode運算後放到cookie中 那getPwdCode怎麼實作呢? 它會將我們輸入的密碼與side hash 再進行一次MD file 那又因為我們輸入的密碼形態為array MD file過後的直為Nur 所以這句直接等價於我們可以直接取得side hash的MD file值 好我們來看一下送出的HTTP請求 這裡我們將密碼改成一個陣列 那並且將FID也就是討論區的ID指定成一個存在的討論區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從HTTP的回應中拿到MD file過後的side hash內容 而這組MD file我們可以透過Hashcat破解 那這裡我們指定用大寫英文小寫英文加上數字破解 那在GeForce RTX 2080的GPU下約一個小時內可以破解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怎麼去利用side hash這把加密的金鑰吧 那由於我們有了金鑰可以任意的加解密 最直覺的利用方法應該是透過修改cookie把自己位造成管理員 但很可惜的是由於目標的PHP Wind是自己大幅魔改過後的版本 那為了串接現有的SSO會員系統 整個登錄認證的邏輯都不一樣了 所以修改cookie的這條路失敗 那重設管理員密碼也同樣因為這個原因失敗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幹嘛呢 PHP Wind透過一組cookie去記錄每個人所訪問過後的討論區 那我們可以看到GetVisit透過解密cookie來取得訪問過後的討論區 雖然說有經過加解密 但現在我們已經擁有side hash 因此這個加解密我們基本上是可以無視的 那接著ForwardOnline直接將GetVisit的結果丟到PHP Unserialized反序列化中 所以自此我們已經有了一個任意反序列化的漏洞 那至於要怎麼利用這個反序列化漏洞呢 對於PHP反序列化漏洞熟悉的同學應該都知道 要尋找可利用的Gadget去做進一步的利用 但不巧的是在PHP Wind中並沒有可利用的Gadget 而目標伺服器也沒有安裝一些可利用的PHP擴展 例如說GMP或者是SoftClient之類的 雖然說PHP Wind自己有實現AutoLoad 但由於Unserialized後的物件名稱不能有斜線 所以因此也沒有辦法利用PHP Wind本身的AutoLoad 去引入任意檔案 所以至此我們在Web這條路上面的攻擊都被封死了 那我們必須找出另外一條路 回顧之前的我們看到的HTTP的回應 那我們突然注意到目標伺服器是跑在APA器2.2.22 以及PHP的5.3.27上 那此時我們想到另外一條路 我們來試試看走另外一條比較難走的路看看 PHP Wind的5.3.27是一個距離現在也有六七年的舊版本 在這些年中也出過不少跟記憶體有關的漏洞 那我們何不來試試看利用這些漏洞呢? 這裡我們選擇了CVE-2015-0273 這是一個在Unserialized上面的Use After Free漏洞 透過記憶體漏洞攻擊伺服器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那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PornHub Fuck Bounty上面的案例 但在這裡我們的目標跟PornHub案例中的環境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所利用的CVE以及漏洞利用手法跟PornHub也完全不同 總而言之結論是我們只利用了一個在遠端可控參數的Unserialized上 那在沒有任何Binary的情況下取得了遠端代碼執行 那在講解利用過程之中我們先來講一下PornHub那個案例的利用手法 那PornHub那個案例首先透過Use After Free實現了任意記憶體的讀取 那再透過解析ELF Header去拿到第一個 VendEVALStream的地址 這個是PHP內部解析PHP代碼的函數 那接著去LeapPHP的Binary本身 以取得接下來要使用的RPGadget的地址 那再透過在BSS段上的一個SAPI Globals 去取得PostData的地址 那取得一個內容可控而且已知地址的一個位置 那最後再透過控制ControlFlow 把Stack移到已知的可控PostData的地址上去進行ROP 以完成任意代碼執行 但PornHub的案例跟我們的案例差在哪邊呢 在PornHub的案例中他們沒有實現任意記憶體寫入這件事 但這個在他們的狀況下是合理的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PostData的地址 他們有一塊可控的記憶體區塊 但我們目標的PHP在編譯的時候 加上了VTS的這個保護 那VTS全名是ZenThreat Safety 這是PHP為了防止Rest Conditions之類的供給 所多加上的保護 那因此我們無法從BSS上面的SAPI Globals 直接拿到PostData的位置 那取而代之的是只有一個Index ID 那雖然說我們也可以從各種的Dereference 從這個Index ID在堆上面拿到PostData 但這樣就沒有一個固定的記憶體位置 可以讓我們去Migrate我們的Stack去做ROP 那因此我們還是得需要一個任意記憶體寫入的一個向量 在開始講解利用手法之前 我們先來聊一下CV2015-0237這個漏洞 那這是一個在PHP反序列化Death Time 以及Death Time Room類別上的Use After Free漏洞 熟悉PHP的同學應該都知道 PHP在反序列化的時候 會自動觸發WakeUp這個Magic Messer 那在這兩個類別上的WakeUp時作 會嘗試將物件中的Time Room底線Type 成員轉型成長整數的形態 那在轉型的過程中 PHP會順便Free掉釋放原本的內容 但有趣的是 在PHP的反序列化中 我們依然可以使用R 也就是Reference這個修飾符號 把當前元素指到原本被釋放的內容上 那這邊因此產生了一個Use After Free的漏洞 這裡是實際Use After Free漏洞產生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 PHP將Death的成員取出 並轉型成自傳 那接著將Time Room底線Type取出 那強制轉型成長整數形態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跟進Convert to Long的函數 看一下PHP到底怎麼實作這個轉型 Convert to Long裡面先透過判斷 要被轉型的變數形態 那如果是NUD的話 直接將內容設成0 如果是自傳的話 則取出自傳的內容 透過STRTOL轉成數字 再釋放掉原本的自傳 如果是正列的話 就直接呼叫Distructor去解構變數本身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 將變數形態 如果指定成自傳或是正列的話 原本的變數內容就會被釋放掉 剛剛的敘述可能有一點難以理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漏洞觸發代碼 那左邊的資料是PHP 在序列化前實際在PHP中的結構 那右邊則是PHP序列化過後的一個資料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序列化的這個變數 是一個正列的形態 那並且有三個元素 這個正列的第一個元素 也就是Index第0個地方的位置 是一個DeathTime的PHP物件 那這個PHP物件 總共也有三個元素 三個成員 第一個成員的名字叫做Death 所對應的內容是一個字串 那它的長度為4 字串內容為2077 第二個成員的名字叫做TimeLearn 底線Type 那所對應的內容是一個正列 那一個擁有一個諾元素的正列 那而當整個DeathTime物件在被反序列化結束的時候 PHP會自動觸發 DeathTime裡面的Wakeup measure 那這個DeathTime的Wakeup measure 會將TimeLearn底線Type 強制轉型成長整數形態 那並且將原本存在的正列給釋放掉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反序列化 還是會繼續執行下去 而我們依然可以透過R Reference這個修飾符號 把正列的第二個元素 指向前面被釋放掉的地方 那因此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很典型的 UseAfterFree的漏洞 那在之後的流程 我們依然可以透過操作 正列的第二個元素 去操作這個已經被釋放掉的記憶體區塊 那我們更可以在後面的反序列化流程中 分配相對應記憶體大小的字串 去填滿原本被釋放的記憶體內容 以達到站位的動作 好,所以說我們現在了解了這個漏洞的原理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怎麼去利用這個漏洞 好,接著我們先來試試看 構造出一個最簡單的 任意記憶體讀取的項量 那我們剛剛說到 我們可以去填滿原本被釋放的記憶體區塊 那我們要填什麼呢? 這裡我們要構造一個叫做利VAL的結構 那利VAL是PHP內部磁座中最基本的結構 那所有的PHP腳本層的變數 在PHP內部都用這個利VAL結構來儲存 那PHP再透過利VAL中的Type 來去判斷當前的變數要用什麼形態展示 那接著再根據相對應的形態去取得資料 那例如,如果我們將利VAL的形態指定成 自串形態的話 那所以說它的形態所對應的結構 則會是右邊第三個的那個STR的結果 那它的成員共有一個自串 以及一個長度的欄位 那這裡我們要先講一下利VAL這個結構的大小 在64bit下面為24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要用一個長度為24的自串填充的原因 所以說我們要構造一個任意記憶體讀取的項量 我們填充了一個這樣子內容的利VAL結構 那這個利VAL的結構類型是一個自串 那在PHP內部實作中 自串的形態為6 那接著我們指定這個自串所指向的內容為0x400000 那熟悉Linux的同學應該可以理解 這是Linux可執行檔ELF 在64bit下面的預設加載位置 那我們把這個指定這個自串的長度為0x1234個位元組 那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填充這個自串的利VAL結構 讓這個反序列化結果指到任意的記憶體位置 但雖然說我們可以讓指向任意的記憶體位置 那我們要怎麼把資料傳回來呢 這裡我們回到最原始的PHP Win的程式邏輯 來看一下有沒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在剛剛的反序列化後 PHP Win的將反序列化結果中的CurrentFID 傳入SiteVisitor中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SiteVisitor這個函數怎麼實作 SiteVisitor把傳入的資料經過一次序列化以及加密過後 放在Cookie傳回給使用者 那這裡我們已經擁有了SiteHash這把加密的鑰匙 所以解密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難事 所以透過把要帶回的資料放在反序列化後的CurrentFID欄位上面 PHP Win會將結果反序列化後並且加密送回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個PHP Win的邏輯 將指定的記憶體位置給帶回 那實際利用結果差不多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這裡我們示範了讀取任意記憶體位置 共4096個位元組的資料 並且透過Cookie帶回來 好,我們可以讀取任意記憶體內容了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如何劫持程式流程 我們回到最一開始的use after free的漏洞點 我們剛剛提到 假如形態是正列的話 會呼叫原本變數的解構函數 導致記憶體被釋放 我們這裡再繼續往下看一下這個switch case 我們會發現當變數形態為物件的時候 會先使用convert object to type 嘗試將物件轉型成長整數形態 我們這裡再跟進這個convert object to type的函數 看一下它的實作 convert object to type的內部實作 是用這個物件自己的轉換方法 嘗試將變數進行轉換 這裡可以看到直接呼叫這個物件的vtable 因此可以透過這個vtable的操作去劫持程式流程 從ideapro直接觀察可以看到op指向我們可控的記憶體區塊 也就是我們所謂造的立VAL結構 而op加8為物件的vtable 因此只要我們可以控制一個記憶體位置加0xa8的內容 我們便可以去劫持程式流程 在ponhub的案例中 他們透過sapiglobos上面的固定的postdata的記憶體位置 將程式流程劫持到上面的rlpchain 去做代碼執行 但這裡因為我們的目標有lts的保護 postdata的位置在隨機的記憶體區塊上 因此無法穩定的劫持程式流程 所以我們還是得需要一個任意記憶體寫入的攻擊項量 或者是找到一塊已知並且內容完全可控的記憶體位置 這裡我們選擇 嘗試構造一個任意記憶體寫入的攻擊項量 回到剛剛的useafterfree 既然我們可以利用自算形態做到讀取任意地址 我們當然也可以透過自算形態把它變成任意寫入 那這也是useafterfree的老套路 只是再經過一層釋放 去釋放我們lvl自算指定的地址 這樣下次分配記憶體的時候 就可以寫入內容到指定的地址上 但這裡有一些問題我們必須解決 第一個是PHP有自己的記憶體管理機制 不過這相對於Linux的堆管理機制來說 簡單非常多 沒有太多的保護 我們只需要讓被釋放記憶體位置的size 小於0x21f 就可以成功做到useafterfree 第二個則是為了不讓後面的填充失敗 在釋放我們指定的記憶體地址後 不能讓unserialized停止 跳回剛剛的useafterfree的觸發場景 如果這個函數的返回值為Nur的話 則會直接進入PHP錯誤 那後面的反序列化就不會繼續的執行 因此我們要讓convert to long的結果為1或者是2 而這也縮限了我們可寫入的地址條件 所以這裡總結一下可以任意寫的地址條件 第一個 一定要是一個固定的且可讀可寫的記憶體位置 第二點 這個記憶體位置的-16 也就是PHP記憶體管理中size的部分 必須小於0x21f 第三點 由於我們把這個記憶體位置指定成一個自串的立VAL 因此經過STRTOL後 這個記憶體位置所回傳的結果 必須是1或者是2 總之經過一番搜索 我們找到了在MySQLND上的一個結構體陣列 這個結構體的第一個元素是一個遞增的數字 很符合我們剛剛要求的記憶體位置-16 要小於0x21f的條件 並且這個結構的第三個元素指向一個自串 我們只需要找到自串位置的尾數的ASCII 為0x31或者是0x32 就可以滿足剛剛所有的條件 好,接下來我們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一起吧 這裡是最後完整的攻擊代碼 這裡是最後完整的攻擊代碼 裡面共包含了4次useAfterFree 接著我們一個一個來解釋 首先是第一次的useAfterFree的釋放 我們透過一個形態為自串 且自串內容指向0x1123344的立VL 來填充這個被釋放的內容 0x1123344這個地址指向一塊開頭為自串2 且它的-16的位置小於0x21f的固定 可讀可寫的記憶體區塊 好,接著我們把第二次的useAfterFree 所要釋放的地址指向了我們第一次構造的 立VL上面 因此我們可以去釋放指定地址的內容 接著釋放 所以指定地址的0x1123344的內容 就被我們給釋放掉了 接著第二次填充 好,指定地址的記憶體內容 0x1123344被填充成為我們ROPtrain的內容了 接著做第三次的useAfterFree 好,第三次填充 我們把填充的內容 填充成一個形態為物件 且它的Vtable指向我們剛剛0x1123344的一個立VL 好,接著是最後一次 第四次的useAfterFree 這裡我們把要被釋放的內容 指向了我們剛剛構造的立VL物件 在最後一次 在最後一次useAfterFree釋放的時候 由於我們剛剛構造的立VL為物件形態 那PHP在釋放的時候 會呼叫它的Vtable 加0xA8的地址 因此我們可以將程式流程 解釋到我們的ROPtrain上 接著再繼續完成另一代碼執行的動作 好,我們總結一下整個Explory的步驟 首先我們透過PHP的弱形別轉換 TypeDraggling取得MD5過後的SideKey 之後透過HatchCatter破解 並取得加密金鑰的明文內容 接著我們要利用這一把加密金鑰 我們利用任意加解密去衛造Cookie 觸發伺服器上的反序列化 最後我們再透過PHP本身的useAfterFree 去透過構造不同的立VL 完成任意記憶體的讀取 任意記憶體的寫入 甚至到劫持程式流程去取得代碼執行 好,接著讓我們來看一下demo影片 由於每次demo影片都是黑黑綠綠的畫面有點難看 我這次嘗試將漏洞撰寫成JavaScript的代碼 可以直接在網頁上面執行 好,這個是我本地價的PHP Wind 首先我們打開開發者模式 那我們把網頁reload一下 證明我沒有在做家 好,接下來我去引入我的Explory 好,引入後我們去new一個Explory 那我們這邊的key已經是我們hashcat破出來之後的key 接下來我們用exp.leak 去洩漏0x400000上面128byte的記憶體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洩漏出elof的header 好,這個Explory上面還有一個.share 我們可以直接執行任意指令 那我們這邊直接去echo.pont到斜線 usrlocalalpha72htdocs的index.php 直接把首頁給改掉 那接著我們重新整理 發現首頁已經被成功修改 好,我的演講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這邊感謝一下我的同事meh跟我一起完成這份研究 最後如果對這份演講有任何的問題或是感想 歡迎寄信到orangeatchangeroot.org 或是到Twitter上讓我知道 謝謝大家